大家好,我是一扬 这期我们来分享一个适合腰键盘突出 腰部不舒服练习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青蛙趴 这个动作还能够改善甲胯宽 宽部僵硬 纠正腿形 缓解腹部胀气 青蛙趴 顾名思义 就是像青蛙一样趴着 正确的做法是 先让身体俯卧在垫子上 两腿打开 让大腿和小腿整90度 尽量让大腿内侧和腹部去贴近地面 上半身保持平直 双手交叉放在头部的上方 把中心放在臀部 全身放松 保持匀速呼吸 向前缓慢地移动 然后返回 能够更明显地感觉到腹部勾的压力 青蛙趴时 持骨处要尽量向地面贴近 因为每个人的轮韧性不同 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压胯时要注意力度 当大腿内收肌过紧 宽打不开的时候 不只会导致宽 膝 怀 压力明显地增大 腰椎也极有可能带长发力 产生腰部不适 一般刚练习这个动作 大腿内侧肯定是不能贴到地 慢慢来 尽力而为 不要勉强 在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降低难度 就是先让四肢着地就可以 保持姿势至少一分钟 勤加练习 循序监进 这个动作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就找准重心 青蛙趴主要依靠骨盆 臀部 自身线下沉的重量 拉伸大腿内侧 灵活宽观节外展这个方向 所以在练习中 要让臀部骨盆向下的重量 垂直落在大腿内侧这条线上 才能最高效的 收集利用臀部自身的 向下压的重量 练习时 脊椎要向前延展拉长 不要塌腰 腹部收紧 青蛙趴可以很好地 拉伸大腿内侧的肌肉 并且可以变换不同的角度 使内收集充分放松 大腿内侧肌肉僵硬紧张 也是很多人腰部不舒服的原因 睡前练习 不仅能够受到 很好的健身效果 通过对身体的放松 情绪的调节 也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练习5-10分钟都可以 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 刚开始练习可以减小难度 循序渐进 慢慢来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放在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 咱们下期见